美国副国务卿雪曼昨天是率团访问太平洋岛国 他在所罗门群岛会晤纽西兰访长 两个人在会议中也特别关切大陆的军演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雪曼这次是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瓜达卡纳岛战役80周年为理由 从8月3号到9号 率团访问包括了萨摩亚、东加、所罗门群岛 以及纽澳等太平洋岛国 希望强化美国区域的连结 雪曼和纽西兰防长韩奈尔在会中 谈论到大陆近来动作和军演 强调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北京当局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对台湾围台军演 只是演习是几乎到了家门口 却似乎并没有振折到台湾的民众 这次市场上有些美国区域的 经济工程的经济工程 都连接着了 天然而出现了 贡献的一些生日 短期的经济工程度 是购买的 市场上有些人的 销售预防市场上有些 热情市场上有些人的 市场上有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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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CNN的報導 對比大陸的激烈反應 台灣人民似乎不受影響 非常的淡定 大概是因為解放軍的軍機 近年不斷的擾台 使得台灣民眾的生活作息 似乎也沒有受到影響 而大批南部的民眾假日出遊 也成為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之一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 共軍在台灣周邊海域 進行大規模的軍演之後 台灣所有的空軍基地 全都動起來 包含了在花蓮 就出動F16以及F51等戰機 掛彈演練 而不只國軍 就連美國導彈的追蹤艦 勞倫森號也出港監視 根據了解 勞倫森號已經在禮拜天 航行到沖繩附近的海域 也或者是已經進入到了 偵察的陣位 而且現在 共軍對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持續發射飛彈 大規模的軍演 也被大陸官媒形容是 這種入侵前的彩排 現在美國教授就指出 雖然台灣先前是宣稱 已經擁有以飛彈攻擊北京的能力 但是這樣的行為無法對大陸構成有效的威脅 因此建議把相關的武器用在打擊共軍的燃料儲存設施 彈藥庫甚至是港口等等的關鍵節點 甚至是瞄準停泊在港內的兩棲運輸艦等等 才能夠有效來抵擋大陸的攻勢 因此現在呢 如果再面對這種台海危機 台灣這邊除了靠自救之外 那麼美方的態度又是如何 會不會來遲緣台海危機呢 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李永平就表示 會不會美方會做到跟中國大陸直接對上呢 他認為美方會極力地避免 台海情勢陷入如此緊張的狀態 完全是美國單方面挑起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對外的政策其實是無道一以貫之 這個無道一以貫之 從俄烏戰爭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初烏克蘭也是在美國的挑縮下面 無視俄羅斯的警告 不惜跟俄羅斯撕破臉 然後後來導致俄烏的戰爭 到今天不能收場 可是美國去挑釁的結果如何 雖然確實有送武器給烏克蘭 可是第一個這個送武器的時間 是否很及時 是否在第一時間 第二個部分呢 美國除了送武器之外呢 他所有的政策 包含北約的駐軍 通通都是不派一兵一卒到烏克蘭的 等於是說烏克蘭的帳 你要全部自己來打 那麼死傷的死難的基礎建設被破壞的 全部是烏克蘭本土要承受 那美國人方面呢 除了損失一些武器跟金錢 其實呢 他整個態度有一點 事不關己 高高掛旗的高姿態 那這種狀況 其實對台海的情勢來講 又會有何不同呢 就像這次的軍事演習 中國大陸已經整體對台灣進行這樣的包圍 那麼剛才我們的主持人也相當精確的分析到了 可是美國的航母雷登號他的路線又是如此的詭異 根本完全要以脫離這個緊張的海域 感覺上不是來防衛台灣的 可是不要介入戰事的 當然你從正面的來講 也是說美國的航母並無意在這個時候 讓更緊張的 讓緊張的戰事更加升級 這個情勢當然也是大家現在不希望樂見說更緊張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讓大家去考慮說 你美國到時候如果台海一旦有事 你是不是也會剛好晚來或者剛好來不及 甚至你先放任台灣 先要孤居奮戰 到最後情況完全失控的時候 你再來說 我們也無能為力 我們也沒有辦法 美國會不會來遲緣呢 我認為美國表達一個姿態一定會 可是那個姿態 會不會做到他與中國大陸 直接正面的衝撞 然後直接為敵 我認為美國會極力避免 跟中國大陸直接對上 那只要美國不願意跟中國大陸 直接對上的情況下 那台灣就是犧牲品 那事實上 美國早就已經有專家 在部署這些戰略的時候 都已經直接寫書 把美國的戰略都清楚講出來 就是台灣必須要成為犧牲的棋子 要有死傷 要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同情台灣 然後譴責中國 然後進行協助美國 進行對整個中國崛起的 全方位的防堵政策 換句話說 美國沒有要幫台灣 去解決中國的軍事武力的壓力 反而是要利用台灣的犧牲跟死難 去達到它讓中國不能夠崛起 以及圍堵中國的目的 那說實在的 從我們台灣人的立場來看 我們淪為這樣子的一個角色跟命運 我們自己沒有感到悲哀嗎 而佩洛西訪台解放軍 連日在我國的周邊海空運來進行軍演 我方也被直擊式出動了F16V戰機 掛載了魚叉以及各型的飛彈備戰 雖然國軍F16V剛完成裝備升級 不過軍事專家梅副星在臉書分文分析 空軍現有的電戰夾艙 對於新一代先進武器已經無力反制 對此國防部就回應 國軍是遵循立法院的決議後續採購 和美國空軍同型裝備以降低微保的風險 根據了解 國軍F16V和美國同款機型的電戰夾艙 一樣都是外掛式 跟新款的電戰夾艙相比 差別只在於手動和自動切換 對於干擾敵軍飛彈的功能並沒有不同 因此軍方人士表示 所謂已經沒有反制能力的說法並不存在 我們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買回家自己來使用